公路局推动执行台九线瑞税段道路拓宽工程 从设计施工完成到路数的植栽 因为多数和地方需求有落差而受到了相待会的关注 目前正值开议期间 相待会特别邀请公路局针对了外环道路和四街口路段的交通 进行现场会刊的工作 建议改善来维护交通的安全 不只是向公路局喊话还我路口监视器等设施 针对了完工通车的台九线瑞税段安全景观大道与外环道社区三叉路口 参加会刊的相代表南区县镇中心 立委服务处以及各村村长更是有说不完的不满 我的意思是要做这个东西 你不能这样来 现在是要说这个不是厚子 厚子也有 厚子也有 顶着下午两点的烈日现场会刊后 一行人转移阵地 针对了八公里长的景观大道 工程设计施工完成到路数植栽 会刊人员从北段复原国中开始到外环道的社区街口 一路细数罗列缺失 建议期盼公路局能够加强改善 四区道路要衔接到我们台九线的时候 其实它成一个轴行 一般的道路衔接都是要用打八形的 打八形的 它是L型 从两线道到四线道 这个设计它上来不一样 有确 就是勾取 针对了地方关切的种植苦练树当路数 家庭工设置以及各个路口标示 交通耗制灯的改善问题 公路局第四公路段也都正面回应 而至于台九线衔接市区外环道路口 以及台九线部员三叉路口改善 将择日现看讨论 而总长八公里 公路局赤资将近十亿元左右的工程经费 完成道路拓宽成为一条安全景观大道 然而在施工前中后 多数与地方上的交通需求有落差不说 还造成了民众生活上的困扰 不满声浪是从未间断过 政府的建设美意却反而招来地方诟病 公路工程单位实在应该要好好省思 记者十一玉兰瑞瑞采访报道